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青蒜 它含有丰富的蒜素能够抗菌抗病毒 搭配上姜黄它能够有抗发炎的效果 建议大家平常可以多吃十字化科的蔬菜 花椰菜 高丽菜 还有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C非常丰富的芭乐柑橘类 都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保护力 非常水要喝足 睡眠也要充足 适度的运动 正常的作息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有很好的保护力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也有点衰疗 我们下个视频 一会儿 我们下集 у 我们下集的希望 一会儿 anten起来 你们下集 井又有東石茵豬 T황越因素 ensch拔 läh thirds 興建成 Mike 嗨大家好 我是史大陸 自清蒜後山雞湯 比較特別的是它既有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尤其是里头的青蒜 最重要的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厨师 是这时候的青蒜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 对身体好之外提升免疫力之外 你又可以喝到很好喝的鸡汤 其中还有添加姜黄 再第二个是我们有加蘑菇 吃它多糖体 调味非常简单 基本上我们只吃自青蒜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道料理的话 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然后分享 谢谢